女人的双手已经恶住仇人的咽喉 眼神中充满了杀害双亲的血海深仇 可就在这时 女人却放弃了杀死对方的想法 因为她有了一个杀人诛心的计划 海奇在婚礼现场被人爆出不雅视频 随后士族跌落楼下 成了植物人 大物也被爆出 一直以来侵犯女性的丑闻 家庭破碎 也在监狱中绝望自尽 看到这两则新闻后 当年霸凌会员的帮凶 海奇高中的闺蜜冲田 此时终于感到大事不妙 她猜测 这一切应该都与辉原托不了干系 下一个受害的 很可能就是自己 她猜的没错 另一边 辉原正在与阿道 紧锣密鼓的商量对策 冲田与其他两人不同 海奇想要闪摇且完美的人生 大物想要圆满富足的生活 但冲田作为一个房产销售 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梦想 这让辉原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 这时一旁的阿道 通过查看冲田的社交媒体 发现她 几乎天天都会浏览一些帅气男孩的主页 她对长相阳光帅气的男生 根本没有抵抗力 辉原健壮 立刻心生一技 她派出阿道会所的牛郎小木 寻找机会接近冲田 准备送给冲田一份后到死的爱情 小木身高一米九 白发黑皮 皮帅又阳光 正是冲田抵抗不了的类型 这天沙川找到冲田 并询问对方 是否认识海奇和大物 冲田失口否认 结果沙川刚走 冲田就来到了医院 冲着床上满身绷呆的海奇 大吼大叫 表示这一切都是海奇的过错 她只是站在一边硬喝了一下 现在搞不好下场会比两人都惨 她把一切罪恶都推给了海奇和大物 似乎这样 就可以减轻一点自己吃来的负罪感 冲田随即将高中时的旧手机 塞到了海奇手中 想要与这一切彻底说拜拜 好家伙 又是一个打死不认账的 要不是海奇现在动弹不了 估计都想站起来 给这女的两个大嘴巴子 冲田离开医院 刚准备走到附近的公司上班 却不曾想 一个男人迎面经过 一不小心就把冲田撞了个亮枪 冲田的手机也掉在地上摔了个稀碎 冲田刚要口吐芬芳 却一抬头 看见了小木阳光下的帅脸 冲田刚要脱口而出的脏话 瞬间被堵在了嗓子眼 他根本没法抵抗小木的脸 两人随即交谈了几句 小木便邀请冲田来到会所 冲田这才知道 小木原来是这里的牛郎 可是作为牛郎的小木并没有让他花钱 反而还拿起了他的手机 给两人来了一张亲近的自拍 小木随即表示 冲田是自己见过最特别的女孩 自己想好好珍惜这段缘分 说吧 还给冲田倒买了一杯香槟 再看此时此刻的冲田 开始还对小木的职业有些顾忌 可对方既没让自己花钱 也没让自己办卡 自此之后 冲田的脑子里就全都是小木的身影 就连接电话的时候 也会吞得一下从床上坐起 他会激动的以为 那是小木打来的 不久后 两人就开始像相恋的两人那样 约会散步 共进晚餐 这天 小木手捧鲜花 含蓄而清澈的眼神 简直就是日本第一传爱战神的样子 冲田感觉自己就像染了毒瘾 只要一刻钟看不见小木 就翻来覆去难受至极 小木也向他敞开心扉 表示自己是为了给父母还债 才逼不得已在这里当了牛郎 他还说等自己还完欠款 就找个新的地方 过上安定的日子 在旁人眼里 这可能就是一套在常见不过的说辞 可冲田就吃这一套 这天 因为小木拉了他的手 他兴奋的一晚上没睡着 他辗转反侧 做梦也想要小木躺在自己旁边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他的心 并不是被小木所拿捏 而是被灰原所掌握 画面一转 灰原刚从老房子的遗址离开 却正好被沙川撞见 两人十年未见 灰原也不由得面露喜色 原来为了向灰原道歉 沙川时常也会路过被烧毁的老房子 沙川认为 如果当年坚持说服灰原报警 那一切的结果可能会大有不同 就在这时 灰原看到了沙川背包上的小章鱼挂件 却突然感到些许欣慰 那是两人一起在街边小店购买的同款 他也很感激沙川 多年以来从未忘记自己 可沙川随后谈怒的警察身份 却还是让灰原大吃一惊 灰原和沙川作别后 便开始实施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他让阿道把自己精心打扮成一个富豪千金 趁着小木和沖田正在暧昧 一把就将小木拽走 并表示自己早就预约的小木 沖田哪里甘心 立马在后面 一路追到了会所 却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灰原精心为他设下的局 会所内 灰原二话不说 就以小木之名 开了一只16万日元的香槟 立即成为全场为之欢呼的主角 沖田本以为 这就是很普通的工作内容 而且有人给小木开了那么贵的酒 小木应该也可以快点还清债务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他根本无法接受 灰原竟然扬言 今晚要带着小木 和自己一起住 在场的也都跟着起哄 沖田再也忍无可忍 愤怒的他 一把将灰原拉到一边 并大声指责对方卑鄙无耻 而这正是灰原想看到的局面 只见他不慌不忙说道 沖田就是个一拳二白的社畜 还想找小木这么帅的男朋友 简直是痴人说梦 不想在小木面前丢脸的沖田 当即就要开一瓶最贵的酒 就算花光所有的积蓄 今天也要出这口恶技 就在旁人纷纷大声起哄时 小木却冲上来阻止了他 简直不让沖田花这个钱 随即拉起他的手 转身对灰原表示 自己今天要和沖田在一起 恕他不能奉陪 看着小木急切的样子 沖田只觉得自己都要融化了 于是彻底不再有任何顾忌 将小木带回了自己的出租屋 并对小木说道 自己还是有一点存款的 他愿意拿出来 帮小木还清债务 他希望小木辞去牛郎的工作 两人一起好好生活 可小木态度坚决 就是不肯要沖田的钱 表示债务已经所剩无几 不出个八月就可以还清 到时就找份新工作 并和沖田租个大典的房间一起生活 小木的话 让沖田心花怒放 从那天起 沖田就几乎天天去小木的店里消费 帮助小木更快赚够钱 直到有一天 小木的同事找到沖田 表示对方的卡已经不能再刷了 沖田听后 表示自己没有贷现金 并询问 是否可以次日到点付清 同时也对此欣然答应 看见猎物正在慢慢上套 辉原却并不满足现状 辉原随即安排小木找到沖田 见到一脸憔悴的小木 沖田立刻表示担忧 听说是因为之前小木给他出头 那名富豪千金 竟然欠下三百万的账单直接跑路 可即使小木十分不情愿 但沖田还是说服小木 要帮他一起还钱 这也恰好掉进了辉原的夺命连环套 这天 小木的同事再次找到沖田 并假装小声地询问 他的卡好像已经刷爆了 可沖田却立刻让同事不要声张 因为他不想让小木为自己担心 随即同事也顺手递上一张卡片 上面打印着紧急贷款的联系方式 而这也是沖田掉进深渊的开始 很快 补出几天 三百万的贷款竟直接翻倍 沖田不知所措 可也只能拼命赚钱 还找起了副业 但很快 同事就举报了他偷卖公司设备的行径 更是让他丢了工作 甚至连吃的都买不起了 为了能吃上东西 他竟然选择铤而走险 在超市里盗窃面包 却也因此被捕 这当然也引起了沖川的注意 可沖川看到如此狼狈的冲田 实在是想不明白 他到底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而就在这时 小木却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冲田不想让自己心爱的男人 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 疯狂的想要挡住自己的脸 看着冲田拼命的道歉 不断诉说自己的无能 小木反而慢慢蹲下 将他搂在怀里 对其说道 自己已经还清了债务 而且辞掉了牛郎工作 他希望冲田可以收拾好行李 搬到他那里去 和他一起生活 话已至此 冲田感觉这辈子都值了 二话不说回家收拾行李 可他根本不会想到 这将是辉远给自己最致命的一击 当他大包小包的来到会所 却震惊地发现在这里等待的根本不是小木 而是辉远 他幡然醒悟 原来从最开始的相遇 到后来两人相爱 一起生活的约定 都是辉远设下的圈套 可即使是这样 冲田还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他颤抖着拨打了小木的电话 却发现小木的手机 竟赫然出现在辉远的手里 此刻的冲田 终于被攻破了最后一道防线 无助地探倒在地上 冲田跌跌撞撞地来到医院 此刻他的心里 只剩下仇恨和不甘 他找到海奇 不断质问对方 那不拍视频的手机现在何处 并责怪海奇 将自己卷入到这一切中 但海奇只是那么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就在冲田说出辉远二字的同时 海奇终于有了反应 他睁开双眼 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原来他虽然跌落楼梯 但并没有严重到摔撑植物人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 此时的辉远并不知道 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 次日 辉远找到了一直支持自己的阿道 表示现在大仇已报 并把自己自首的想法告诉了他 却没想到遭到了阿道的阻止 他表示 如果辉远自首 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那多年来的产业 也会随之灰飞烟灭 辉远并不傻 他明白阿道这么说的用意 是想让自己忘掉这些 开始新的生活 于是辉远接受了阿道的意愿 准备离开这里 但他显然没有想到 沙川在得知海奇醒来的消息后 便赶忙来到了医院 一是想要了解海奇结婚当天的状况 二是想要看看海奇的下一步动向 但此时的海奇却表示 自己什么也记不清楚 甚至隐瞒了辉远 故意接近自己的事情 眼看从海奇嘴里问不出八九 沙川只好返回警局 却突然想起来 那个他考虑很久的问题 海奇听到辉远的名字后 竟突然面露熏慌 后者几乎可以确定 几人一定有着他不知道的秘密 海奇向沙川索要辉远的近照 却被沙川无视静止离开了医院 随后沙川带着一肚子的问号 来到辉远这里 作为后者高中时代唯一的朋友 沙川很清楚 不管是海奇还是大雾 再到前几天的冲田 这些人几乎不约而同 全部遭遇了不测 这一定和突然回来的辉远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后续的调查中 沙川还发现 举报大雾的人 正是辉远经常光临会所的老板 所以他可以确定 辉远就是幕后真凶 可现在并没有实际证据 沙川希望 后者可以自己坦白一切 辉远默默听着沙川给自己讲的这些 突然又看到了沙川包上的挂件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辉远最终还是选择隐瞒了事实 并表示 自己回来只是为了悼念父母 可沙川随即告诉辉远 难道真的以为 那场大火是父母自己所为吗 他们又怎么会就这样丢下辉远呢 对于那场十年前的大火 辉远当然不信是这样的 不然到现在 也不至于还是那么痛苦 在辉远离开这里之后 沙川就一直在调查这场火灾的真相 而且他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猜测和嫌疑目标 两人作别后 沙川回到警局 再次翻看起当年的卷宗 很快 沙川就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辉远竟然不是他父母的亲生孩子 而是被领养的 得到这个消息后 沙川立刻将这件事告诉了辉远 后者也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辉远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段模糊的记忆 当年他父母去世之前 好像对自己有事要坦白 但他却因为跑去找阿道 没来的急见上父母的最后一面 为了解开这个秘密 辉远果断退掉了出国的机票 也就在这时 手机响了起来 他接起电话 随后立刻不顾一切的 朝着阿道的会所跑去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的充填 一连几天闭门不出 显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 他开始妄想 只要杀死小木就可以和爱人永远在一起 于是他来到会所找到小木 或者显然没做好再次见面的准备 可就在小木发愣的时候 充填已经把尖刀插进了小木的身体 或者也就这样 在阿道悲痛的目光中 慢慢没了动静 最后一刻 小木表示自己并不后悔 是阿道一直以来对其的照顾 才让他有了今天和这么多朋友 充填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 就在他夺落而逃的时候 却不料被大火车一波带走 小木就这样 离开了阿道和会员 而且后者还没来得及 对他说一声谢谢 经由此事 会员决定 自此以后不再打扰阿道 但他没有想到 更大的危险正在悄悄来临 这天会员惊讶地发现 自己高中时代被录制的不雅视频 竟再次被人发到了网络 瞬间以往的痛苦 如潮水一般向自己袭来 随着视频不断发酵 许多人为了博取流量 纷纷开始对知评斗论足 一个名叫剑奇的博主 更是添油加醋 不断恶意造谣 诋毁辉辉高中时代 曾经是一个依靠身体赚钱的脏女人 这同样引起了沙春的注意 她也当即展开了对这件事情的调查 并再次来到医院 找到当年加害辉辉的海奇 质问着整起事件的真相 可海奇丝毫没有回过的态度 还声称 虽然自己是事件的助谋 但是后来却也遭到了辉辉的报复 沦落至此 为此警察不应该更多过问 这恬不知耻的模样 再次震惊了沙春 并直接刷新了她的道德观念 沙春问道 十年前的火灾 是否与己人有关 海奇一口回绝 表示自己绝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并且还阴险地说 会员也同样毁了自己的人生 而从今往后 她将会不计一切代价报复会员 可是海奇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人生 也很快迎来最后的结局 得知这一切的阿道找到了会员 后者现在 正蜷缩在一间黑暗的房间中 阿道走过去 拉开有些落灰的窗帘 外面的阳光瞬间挤进屋子 阿道告诉辉原 无论别人怎么议论辉原 她都觉得 辉原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女孩 话音刚落 阿道便离开了这里 此时此刻 她已经做下一个决绝的决定 画面来到医院 看着眼前的阿道 海奇再次露出了那标志且不屑地笑 她表示 之所以会有今天 全是因为面前的这个男人 如果不是阿道当年抬举辉原 自己也不会因此嫉妒 阿道显然是被这厚颜无耻的回答 搞得一时雨塞 平日里温文而哑的她 却在这时变得冷酷 强势 阿道告诉海奇 她手里的牌已经全部打光 如果不想一辈子都活在恐惧之中 那就不要再找辉原的麻烦 让阿道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言论 彻底挑破了海奇的底线 或者恶毒的咒骂道 自己不是没有牌可以打 她完全可以雇佣网络上的流氓 再次侵犯辉原 总而言之 自己和辉原只能活一个 听到这番话 刚走到病房门口的阿道 停下了脚步 此时此刻的阿道明白 只要海奇还有一息尚存 辉原就永远没有安宁之日 想到这儿 阿道决定让自己的想法成为现实 在海奇错愕的目光中 阿道关上了打开的房门 至此 当年霸凌辉原的三名元凶全部灰西 知晓一切后的辉原 终于振作起来 他像曾经对待大巫那样 给沙川留下了一个同样的监听装置 这天 辉原震惊地发现 当年的那场大火 竟然与那位名叫剑奇的博主有关 而这也预示着 辉原的复仇之路还没走完 剑奇是一名网络主播 但其实他的主业还是当当狗仔 或者是为了流量 能上刀山下火海 根本没有底线 让辉原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最大的支持者阿道 竟然和剑奇认识 为了帮助辉原 阿道已好久不见 一起喝点为借口 将剑奇约到了自己的会所 几句喊喧喧后 剑奇竟开始对阿道出演嘲讽 并询问他和辉原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阿道包养了辉原 可阿道也不生气 只是劝说剑奇 放弃关于辉原的所有节目 可剑奇不但没有同意 反而还表示 他会以道德角度 让阿道和辉原身败名裂 阿道虽然为剑奇的这种行径感到作呕 但还是质问剑奇 最开始的初心 难道不是让观众看到事情的真相吗 可剑奇立刻反驳了这一观点 他表示 现在的观众不看真的 只看想看的 而像他这样的人 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求知欲 并没有什么过错 听到这里 阿道开始怒斥剑奇的邪恶行径 表示这样实在是太过伤风败俗 剑奇当然不会在乎这些 对他来讲 一个人的生命 都可以当作获取流量的工具 而辉原被侵犯 也只不过是他自找的 这也瞬间成了引爆阿道的刀祸索 可他刚要发飙 却被剑奇一杯酒泼在了脸上 让他立刻清醒过来 剑奇离开后 阿道告诉屏风后的辉原 这次的对手和前几位完全不同 这是一个不择手段 甚至可以活出性命的亡命徒 他嘱咐辉原 千万不要一个人对付剑奇 这可能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可为了弄清楚父母的死因 辉原已经顾不上那么多 他趁剑奇不备 偷走了剑奇家里的钥匙 决定铤而走险 潜入剑奇家中 正在他准备打开剑奇的电脑时 却不想 外面竟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原来是剑奇提前回来了 眼看自己就要被发现 辉原集中生智 一个闪身躲到了剑奇床下 这时 烂碎如泥的剑奇 直接就要呼呼大睡 可谁知 他的手机却突然掉到了地上 这下完了 辉原的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 但是剑奇的手在地上摸来摸去 好在还是拿到了手机 没有再向床底查看 不多时 床上就响起了剑奇如雷的憨声 辉原这才继续爬出来 查看他的电脑 在电脑桌面的一个文件夹中 辉原看到了自己做梦 也想得到的答案 画面中 剑奇嘴里叼着香烟 就在那天辉原跑出门的时候 偷偷溜进了辉原的家 并开始翻箱倒柜 随后非常稀松平常的 走进了辉原的卧室 而就在这个时候 剑奇嘴里的香烟 掉在了地毯上 看着慢慢冒出火星的地毯 剑奇飞带没有将其扑灭 反而在镜头前做起了鬼脸 并嘲讽地说道 现在辉原不光人火了 家里也着火了 说吧就哈哈大笑起来 看着电脑中的画面 辉原此时咬牙切齿 只感觉自己头痛欲裂 事到如今 他终于弄清楚了那场大火的起因 由于那时候的父母 已经在房间中熟睡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 这才酿成了最后的惨剧 辉原当即来到剑奇的床边 刚要掐住对方的脖子 可他最后还是没有下次杀手 相比于剑奇的罪行 就这样让他走了 真是太便宜他 辉原打算如法炮制 用对付前几人的方式报复剑奇 时间来到次日 让辉原和阿道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剑奇似乎知道了 辉原前一晚对他的所作所为 并且还开启了直播 这也让两人感到有些不明所以 可辉原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 剑奇的家不大 竟然还有监控 而自己的所作所为 也全都被监控拍了下来 为了达到自己诬险辉原的目的 剑奇竟然露出了脖子上痛红的雷痕 对所有观看直播的人 曝光辉原想要入室行凶 辉原表示 自己并没有碰到他的脖子 只是做出了这个动作 阿道也一眼就看出 这是剑奇惯用的伎俩 直播中 剑奇扬言要挖出辉原的一切 并将这些公之于众 为了躲避极端分子和警察 阿道只能为辉原寻找新的住所 辉原却坚持 要回家一趟拿点东西 却正巧撞见前来寻找自己的沙川 考虑到其警察的身份 辉原担心 对方可能是来抓自己的 但是想着自己对沙川的愧疚 辉原最终决定 到楼下面见自己的好友 可让辉原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所有的行动 沙川竟然全都了如指掌 只是一直看破没有说破 而且每次都希望 辉原自己承认所有的事情 并且还故意说出有用的情报 让辉原了解 看着眼前的沙川 为了自己心甘情愿的犯错 辉原终于承认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谁知沙川听后 不但没有表示责备 反而告诉辉原 当法律无法惩治恶人的时候 且如果这么做 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的话 他情愿对辉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辉原却打断了沙川的话 并从口袋里抽出了刀子 辉原知道 对于从小失去父母的沙川 置身警服就是他最后的避风港 所以辉原决不能 眼看着好友因为自己 被拖进这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沙川明白辉原的用意 于是两人含泪告别了彼此 辉原随后向阿道发出了约会的请求 十年来 这是两人第一次正式的约会 但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车上 辉原终于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作为当年名声在外的大博主阿道 为什么会看上名不见经传的自己 阿道看着副驾驶上的辉原 表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发光的机会 但是自己也从未想过 会给辉原带来这样的人生 虽然这并不是他直接造成的 但只要能让辉原 得到幸福和崭新的人生 自己宁愿付出一切 辉原这才明白 原来海奇的死并不是重伤所致 而是阿道为自己摆平了障碍 他因为自己而背上了一条人命 辉原苦笑起来 自己筹划了如此之久 第一次感到由衷的后悔 辉原随即表示 在这一切结束后 自己会用自杀 来还阿道一双干净的双手 同时也可以随着这些罪恶 一起下至地狱 可阿道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对辉原说道 死亡并不是解决一切的办法 辉原真正存在的意义 是成为恶人们的眼中钉 肉中刺 让他们天天都活在恐惧和不安当中 这虽然会很难 但是他仍然希望 辉原能够活下去 两人终于将一切说开 并紧紧抱在一起 为了巨大的流量 剑奇来到一处废弃的工厂 并对直播间里的观众表示 是辉原将他预置这里 他开始不断造谣 诽谤辉原 可他没有料到 看了剑奇的直播后 辉原竟突然出现在了剑奇的身后 可剑奇当然不会怕一个女人 反而异常兴奋 因为这将会让自己的流量 更上一层楼 可随即他就被辉原一棒打晕了过去 为了报杀害双亲之仇 辉原竟然将大主播剑奇绑架 并开启了全网直播 更是喊话警方 如果让平台关闭直播 他就会直接杀死剑奇 随后辉原将自己的复仇经过 一无一时的全盘拖出 并表示这一切都从十年前 自己被笑霸霸凌开始说起 并表示此时此刻 自己会在全网观众的见证下 对剑奇实施审判 就是要让网上那些 对自己的言论不负责任 不作为 反而随波逐流的网民 永远活在自责和后悔之中 可辉原还是低估了 剑奇丧心病狂的程度 面对被自己杀死双亲的辉原 醒来的他竟然能够面不改色 还反过来问到辉原 难道被拍下了那样的视频 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吗 仿佛受害者才是有错的一方 而自己是正义的代表 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 辉原当然也有对策 随即他就拿出了手机 在镜头前 开始播放剑奇当年纵火的证据 让那些诬陷辉辉原父母的键盘侠 全都哑了火 剑奇也因此不由的慌张起来 随后辉原就说出了那句 很久之前自己就想好的话 那些霸凌者 如果你们想继续愚蠢的行为 无休止的作恶 我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你 辉原话音刚落 剑奇反而更加猖狂 因为这场直播 将会是自己人生的尖锋时刻 他将成为互联网上 不断被传唱的实施 所以想到这点 死亡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为了自己的目的 剑奇竟开始口出狂言 表示这虽然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刻 但是他是为了千千万万的网民去死 让辉原更是成为了一个笑话 自己穷尽十年策划的复仇 竟然成为了帮助剑奇 走向人生巅峰的阶梯 辉原也被他这番话给惹怒 他随即拿着电钻 一点一点向他靠近 面对死亡 剑奇当然不是不怕 只见他被吓得哇哇大叫 已然尿了裤子 可让剑奇死活也不会想到 能让他都感到毁灭三冠的事情即将发生 只见 钻头在距离他的脑门几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此刻的剑奇 还没从恐惧中回过神来 可辉原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感到无比的崩溃和无助 原来 这场让他堵上一切的直播 自始至终就没有被开启 看着漆黑的屏幕和空无一人的直播间 剑奇就那么蒸在了那里 很快反应过来的他 开始又哭又闹 像极了一个可笑又可怜的孩子 会员可不管这些 只是提起了自己父母去逝时的场景 他把一桶汽油提翻在地上 刺鼻的汽油 瞬间进食了剑奇的全身 好像意识到什么的剑奇 开始大声求饶 会员缓缓掏出一个打火机 点燃了复仇道路上的最后一滩火光 火星瞬间引燃了地上的汽油 熊熊大火把剑奇包裹在其中 而或者也确实 达到了人生中最亮的一刻 只不过此刻的他 只有辉元这一个观众 只能在这偌大城市的一个角落 化为一团灰烬 次日 为了让辉元就此拥有崭新的人生 阿道来到了警局 他埋这一切都是自己所为 可当沙川询问阿道 辉元的复仇会给他自己带来幸福吗 可是阿道却回答道 复仇并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幸福 但可以给人带来力量 他相信辉元会带着这种力量 找到自己想要的事物 并成为一个永远不向恶势力低头 且无法被隐藏起来的象征 至此 全篇结束 日本剧集 《无法消除的我复仇的连锁》 由导演钟晶强指导 以多位进击的巨人为班底 讲述了女主辉元高中时代遭遇霸凌 并在后来的伯乐阿道的帮助下 用十多年的时间 完成自己复仇之路的故事 故事总体有点像韩国的黑暗荣耀 却在剧情上 也有着许多大胆创新的地方 最让人喜爱的点在于 整部剧集的故事分段性较强 一一演绎了辉元 面对四位施暴者的过程 但让人诟病的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女主一直在别人的帮助下行事 而对待施暴者也是主格击破 有些以多其少的意思 却少了一点波折感 但对于残忍变态的施暴者 这也无可厚非 仍然不影响 这是一部很棒的悬疑犯罪电视剧 感谢观看